不过违反了防疫规定 有时候可不是六千块罚款等等就能了事了 高雄这里有一对夫妻党先后确诊染疫 但两个人隐匿足迹被开罚了六十万还聚缴 之后被查扣了名下的车辆跟扣押存款 还有另外一个从日本返台的徐姓男子一样 是急欠了罚款没有缴 房子都差一点没了 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人员 找到停放在路边的这辆黑色汽车 二话不说准备查封脱掉 因为车主张姓女子和先生两人 在今年五六月先后确诊染疫 但却隐匿足迹规避疫调 各被开罚三十万又聚缴 除了汽车存款也被扣押 如果父亲二人没有在一个月内 缴清案款将择期拍卖 利明徐姓民众去年六月 从日本返台违反防疫规定 在居家检疫期间 擅自外出挨罚十万块聚缴 又激欠防疫旅馆两万多元 被查封名下房产 还有一名装信民众同样也因为违反居家检疫规定 被卫生局重罚一百万 到现在还不缴被登门造访 由家属收下执行通知书 这些个案因为不遵守防疫规定 还不缴纳罚款 被行政执行署强力执行查封房产和车辆 民众也不得不拿出荷包 乖乖缴亲该找钱 华市新闻孝星许富杰高雄报道